欢迎大家收看《赛马KOL》 今天的嘉宾就是Danny 你好 你好 又是我Danny Yang 欢迎大家 也很感谢马会再次邀请我来参加《赛马KOL》 我们平时可以在哪里看到你的心水呢 我的心水除了在报刊 另外我自己在Facebook也会有Danny Yang赛马专业 不定期地更新一些对自己赛马 任何地区赛马资讯 尤其是香港资讯 希望帮到大家一起赢钱 大家记得追踪社交媒体 今次带了什么心水给我们 今次回到跑马比的A难赛市 我现在和你互动的时间 外面的雨都下不停 真的不敢和它转这么多个弯 不如找一些短途的赛事 看看会不会变得更简单 我选了两场赛事 分别是第二场的谷草的千叶米 五班 另外还有一场是四班的谷草千叶米 先说第二场 我有两个比较有信心的提示 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首先是三号这只精算奇燃 两次突然放在前面走 其实给我们的感觉 这只马开头会否以为是谷草一里马 发觉原来到最后 跑一里赛事都有一点虎头蛇味的感觉 缩回来千叶米 其实这只马同志来自英国的福满堡 都是谷草千叶特街 结果尼尾顶不住一只 是有个黄金一档的合金黄 但其实都可以跑赢 今次都大部分的一些对手 顺利最善那些 相信如果你跑回今场 有一个档位都不错 放在前面走 其实对手都是这样的 没有好些合金黄那些 我相信这只精算奇燃 都很大机会可以在前面回来 预期这只马都会是一只热门 不如找一只冷门 看能不能配合它 就串起连赢位或位置挑 我选了五号马的古浪顺风 这场就较早一点的长置 刚刚上一场是报名来的 为什么会失去里面 其实这场马没什么正宗 就是要望空过去跑 你看到刚刚过了200米左右 依然是困了一个马裙后面 去到150米稍微冲一点 其实这只马都差不多收了 如果看回过往这只马 比上季已经减了很多份 减了16均 这次用一个赢马拍档梁家俊 再加上最重要的一件事 最近都有些天雨 预计可能明天的场地 都会有点黏软 上季赢马正正是跑得黏地 姚本辉可以感觉上 有点修奴的感觉 但近这十次赛事都算是赢了14分 近两次谷草 都是喜马的 我相信他跑马底是未收牢的 这些贵来未交代的 鼓浪顺风 都估计都会拼一拼 看看能否有机会尽快交代 姚本辉其实中间也有博下马 可惜手风不太顺 很多跑的2233 最近终于都赢了马 手风转唇 我相信这条Q也挺好分的 刚刚你说完第二场的心碎 第四场呢 选了什么马呢 第二场刚才就一冷一热了 去到第四场呢 我觉得可能一些热门马就机会会大一点 先看一号的维港崩溜 我看回维港崩溜 其实这场是较早一点前次的长次 他在三班的千二米排成一档 看回那场跑第五 前面有什么对手 看到是两化宽藤 还有凌丽这些准三班的路程专家 后一点追上来 这只是宜敬力和戴财 这一对宜敬力和戴财 再出去拿一圈一屁 而这只是维港崩溜 当时是把第五 证明水准仅次于一堆的三班的路程专家 这次下来 叫做四班赛事 有潘顿 还有最好的黄金一档 下班这些马丁师傅 相信都会很快帮他交代 我看回维港崩溜 操练虽然有少少击过 但最近那两次都不是跑谷 数千二米 可能那两次 可能耗力都不是很多 这次用到潘顿 希望这次真的交代到 除了维港崩溜之外 还选了什么马呢 除了维港崩溜之外 另外有一只实力马都不容忽视 这就是二号的钱多多 可以看回他上一场 六六九场次 看到他都是在稍后的位置 其实那场的赛事 大家看到前面那三只 转回入直路就是那三只 里面数左边开始就是心想事成 中间就是今次都会 较后场次跑过南驱王 和这只飞腾追 飞腾追再出都是有好表现 三只前面就三只回来 结果钱多多在北尾后上的场地之下 学回第四 水准非常之高 看来他近这四次 近这四场跑同程 两个赛事 一个第三一个第四 其实最难 这个第四水准反而更加高 今次跑回A难 我相信就未必说真的 这么恶追 憑着缺失力 有什么惯重磅 我相信都可以跑到在前面回来 所以一二一队 都很值得去留意的 是啊 钱多多其实在谷草 真的挺厉害的 转过来这么快就已经有表现了 刚才第二场和第四场都选了两码 你的投注方式是怎样的呢 都叫有冷有热 可能买点过关 临场单头大家再留意下有没有其他选择 我如果简单一点 首先一个基本的投注 我建议是一个混合的过关 连赢位置Q过关二穿三 就是第二场的三五 还有四场一二 还有一个基本的投注 那除了过关之外 你自己有没有多玩其他彩池的呢 看如果今次的场次 例如有些一冷一热的四重彩 都可以试一试这些 刚才我们用第二场为例 3号的精算期限 相对是挺稳定的热门 而5号的古浪顺风 也都找到一些变数 希望他可以今次在球变 我们都不是很高要求 投注角度跑到头四名 都可以帮到我们获利的话 这些过程 可以做一个双胆的四重彩头主 也都会建议一些配角给大家 大家可以再去做一些筛选 或者加入一些配角 增加大家的胜算 如果你说纯粹是搞一些配角的话 我相信上一场 这个精算期限的提下败将来 旺曝永胜 这些都可以先加入考虑 其实那些热门的配角 我相信大家都会留意到 例如四号的顺利取勝 这只赛亚航马防的马 好像这段时间的状态 或者情绪集中一点之后 都应该可以连串交到表现 我都相信大家都会认为 一只赛亚航的五颗马 其实水晋都可以做到很稳定 刚才也提过 飞跃海船这些马 都是一些现阶段 可以随时都可以跑得好 预计在一千千米路程 甚至是田草、谷草 我相信都会有所表现 既然选择三只四岁马 不差再选择第四只 我们第四只的配件 就会要一只九号的超级黄蜂 之前在韦达马防 都好像没有什么进展 其实这只马 都未被你这么早熟 转移为黎超星 试了两货 权表潘顿 都是非常用心去调马 亦都之前一货 试权后上的走势都挺悦目的 这次难得 潘顿都立即抱着这只马 都希望帮这只 未赢过马的马 还可以在香港驾驶 如果这场四重彩 中了的话 分头应该不错 我们重温一下 你这次的推介 连人为止Q精选2串3 2场3号精选其然 5号的古浪顺峰 4场1 为港滨流 二有钱多多 总共8注 四重彩精选 选了第二场 3号精选其然 5号的古浪顺峰 做腹式马胆 托2号 黄浦永胜 4号 顺利取胜 7号 飞越海船 9号的超级黄峰 总共144注 今天 谢谢Danny你的分享 好 多谢 希望下次再见